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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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我們在做DID以來看到的一個 非常深刻 但是又沒有什麼人重視的問題 就是這個Web3的個人數據使用的秩序 它有問題 這個圖本來是用來解釋VPN的 但是我想用在這裡來形容 目前我們Web2裡面 個人數據的這個存儲和使用的狀態 它是非常的中心化的 在Web2裡面呢 我們的個人數據 它的整個使用的生命週期呢 是在中心化的平台裡面 去進行一個內部的消化的 我們的個人數據 從它的生成到存儲到被分析到使用 都是在Web2平台的內部的系統裡面去進行 而我們的身份在不同的這個平台上面 也是割裂的 那麼個人數據的使用在Web3是怎麼樣值的呢 OK 我們先來Q一下基本的知識點 首先Web3的數據它在本質上是跟Web2是不一樣的 主要體現在數據的存儲和數據的確權兩個方面 Web3的數據它是存儲在區塊鏈上面的 它是一個區塊鏈或者是去中心化的一些存儲系統 它是一個開放的不可篡改的一個體系 而Web2的數據呢 它是存儲在私有化的數據庫裡面的 那它是相對的私密並且是可篡改的 那數據確權的方面 Web3的數據我們是通過加密地址進行確權的 而這個確權關係的匹配呢 也由加密地址它本身的這個不去信任的數學算法 去保證它不可篡改的 而在Web2裡面我們的確權關係 則是通過一些我們信任的用戶的ID系統 還有帳戶體系去匹配的 那它是一個可篡改的一個性質 那由於這個數字的本質上面的不一樣 它直接決定了數據在Web3裡面的使用方式是不一樣的 它的數據流向也是不一樣的 在Web3呢 每一個區中心化應用 它是需要從區塊鏈上面去提取我們的用戶數據 然後再去構建自己的這個數據的應用場景的 在這整一個過程裡面呢 區塊鏈它是充當了數據的所有者這一個角色 而數據的使用者是theapps 但是中間呢 數據的控制者這一個角色是缺失的 為什麼是缺失的呢 其實它很顯然在Web2 雖然我們的數據是被中心化平臺所擁有的 但是這些平臺呢 它也控制著我們的數據 它能夠被隨時使用 被隨時看到 使它處於一個相對私密的狀態 但是在Web3裡面 只要我們的這個地址給出去之後 這個地址它在鏈上所關聯的 我們的所有個人數據 它能夠被隨時看到 能夠被隨時使用 這個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這個是區塊鏈本身也控制不了的 所以這一個控制者的缺失呢 直接導致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隱私的問題 而在我們現在看到的Web3裡面呢 對個人數據的一些應用場景 特別是鏈上身份的應用場景 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直接通過 向用戶索取個人的這個地址 去構建他們的場景的 而這個那個狀態在我們看來 是一個非常混亂 非常無秩序的一個狀態 因為隱私在這裡面是不被重視的 我們的個人數據 它在Web3裡面面臨的 這一個隱私洩漏的風險 比Web2更加的大 任何人都可以從區塊鏈上面 去合理合法的 這個合法是代碼上面的合法 去分析我們的數據 去追蹤我們的地址 去記住我們的身份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 我們的地址 一旦跟我們的本體進行掛鉤 而它洩漏出去之後 這個洩漏 它是一個永久的洩漏 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一個行為 所以在Web3裡面 個人數據的使用 這個隱私問題 它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也由於目前吧 我們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 然後大家可能也為了快速的 去獲取市場 然後忽略掉這個問題 但是長遠來看的話 這個問題它必然是制約著 Web3的發展的 因為用戶很快就會覺得自己 其實並沒有那麼想 把自己的地址公開出去 那麼這個問題 它是遲早要被解決的 而且它是應該 從源頭上面就會 就需要被解決掉的 Litentree 一般人理解 我們這個項目呢 會認識到它是一個DID項目 是一個鏈上身份項目 但是其實我們比較難以被人理解的 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嘗試 試圖去重構 Web3裡面一個個人數據的使用秩序 從而去解決這個隱私問題 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Litentree會在用戶和Dapps中間 去做一層用戶身份信息的保密隔離 使得用戶可以在不需要透露自己的地址 還有一些帳戶ID的前提下面 去向Dapps去證明自己的一些身份信息 那Litentree本身呢 它是一個基於substrate框架的 基於波卡和Kusama區塊鏈上面的 一個鏈上身份聚合協議 這個協議呢 它會在一個可信任的隱私計算環境裡面 去聚合我們的身份數據 並且將它進行一個匿名化的處理 再生成鏈上的可驗證聲明 去返回給Dapps 在這一個過程裡面呢 Dapps只需要知道一個用戶的地址 就可以獲得用戶的一個跨鏈 整合的一個完整的身份 而這一個地址呢 它可以是一個全新的地址 就不帶任何個人信息的地址 那對於用戶來說呢 使用Litentree的隱私保護的聚合身份服務 它的體驗大概是這樣子的 首先用戶會向區塊鏈去證明 自己的不同區塊鏈地址 還有一些Web2平台的賬戶信息的一個 所屬關係 然後呢 用戶會對來自Dapps的一些個人數據的請求 進行授權 去控制誰可以訪問到我的哪一部分的個人數據 在用戶進行授權之後呢 Litentree協議就會在一個隱私計算的環境裡面 去計算用戶的身份信息 然後這一個協議它不會去保存那個具體的用戶身份信息 不過它會把用戶的身份數據轉換成一個Web3C標準的 匿名化的鏈上可驗證聲明 英文Verifiable Credentials簡稱VC 那這種VC呢 它未來它會發展成一種可便携式的個人身份憑證 就跟我們錢包裡面的資產一樣 用戶可以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很方便的向別人去分享這個VC 去證明自己的鏈上的身份信息 同時呢可以保持匿名 而這一個VC的使用者呢 它可以隨時到區塊鏈上面去驗證這一個信息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那麼Litentree就是在相當於在用戶和The Apps中間 充當了一個無需信任的一個中間方 去協調雙方的一個個人數據使用的秩序 去滿足雙方的需求和權利 保證讓The Apps可以去獲得可信的身份數據 同時讓用戶保持匿名 從而去解決剛剛說到的Web3裡面 由於這個區塊鏈的開放性所引起的大部分的這個隐私問題 OK 那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Litentree的我們的鏈下PLC產品 MyCrypto Profile現在已經上線了 並且我們已經跟FalaWord聯合推出了首款 基於鏈上身份的區塊鏈遊戲應用場景 那麼歡迎大家掃碼去體驗一下 Litentree的鏈上身份服務 在MyCrypto Profile上面去建立自己的個人身份圖譜 然後可以在FalaWord這邊去領取一個 跟你的身份綁定的一個Spirit NFT 同時呢我們也歡迎各位項目方朋友去加入到我們這一個隊伍 跟我們一起去打造 保護你們的用戶的隱私的DID應用場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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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